这是破坏城市的戈吉拉 这是破坏婚姻的戈吉拉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是大谷之前的日本最强中炮 大谷之前的大联盟亚洲拳雷打王 大谷之前最快一百轰的日本选手 虽然这些记录都被大谷打破 不过他可是在2009年 以6成3的打击率 带领纽约洋鸡拿下世界冠军 还被选为世界大赛MVP 是大联盟亚洲第一人 而且他还保有一项传奇记录 5万5千部AV收藏 他是戈吉拉松井秀喜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1974年出生在日本的石川县 他从小就比同龄人高大 刚出生就有3.9公斤 3岁的时候就有8岁的体格 让幼儿园的老师非常惊讶 因为出生在运动之家 松井从小就接触很多运动 他是石川县柔道继军 同时也有练习相扑 虽然一年级就加入三年级的烧帮队 但却因为年龄太小 没办法理解战术而退出 一直到小五才归队 据说还因为朋友觉得 和他打球太不公平 要求他把右打改成左打 并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国中时的松井 具有175公分 体重超过90公斤 在看了一本王生志的书后 他被后者的武士精神深深影响 每天练习挥棒到凌晨三四点 这让他练出了可怕的爆发力 经常打爆学校的棒球 让球队被迫增加预算 远近此名的长打能力 更是让他成了被保重的对象 有一次 他因为连续保重怒甩球棒 结果被教练狠狠赏了一巴掌 这也让松井下定决心 不再让情绪在比赛时失控 高中时的松井 就属于棒球名校新能高中 这所学校以严酷的训练文明 一年四季都要不间断练球 不管是寒假暑假 甚至下雪天也不例外 好在松井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让他的球技持续进步 逐渐成长的身材 也让他成了超级大炮 因为在高一时就能打出大号拳内打 所以被叫做北龙的怪童 但过了不久后 一个更响亮的外号出现 贯彻了松井的整个生涯 那就是没日子名的怪兽之王 哥吉拉 哥吉拉 日本史上最成功的流行文化之一 也是风靡全球的超级怪物 而在松井高中时的平成年代 正好是怪兽大战系列最火热的时候 连续几年都有哥吉拉电影上映 强大的破坏力配上松井的强大能力 自然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外号 以至于他后来还客串出演哥吉拉电影 在日子时的出场音乐 也是哥吉拉的主题曲 在打击的表现上 松井也完全没有辜负这个外号 高中三年间打出60支全雷打 曾经单场打出三响炮外带7分打点 打击率高达4成5 是高中棒球界最强的中炮 他被任命为球队队长 并担任最重要的第四棒 虽然四次杀进贾紫园都无功而返 不过却在高三最后一次贾紫园 缔造了轰动日本的哥吉拉事件 1992年8月16日 夏季贾紫园 新人高校对上明德义俗 现场有5万多名观众都是来见证松井的巨炮的 但对手的教练表示 松井根本是个职业选手 绝对不能让他打到球 于是松井上场5个打击 全部都被4坏球保送 现场的观众虚声四起 甚至把垃圾丢到场内 用来抗议对手的行为 而新人高校也输掉了比赛 这件事情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在社会上被大量讨论 还被写入日本的国小教材 但松井反而是全程都很冷静 成熟的表现令人赞誉有加 也让他成了最受关注的选手 最后在同年的选修大会上 松井获得了4支球队的第一指名 在抽签决定交色选后 加入日子人气最高的独卖巨人队 正式展开职业生涯 在巨人队监督的教导下 松井开始了1000日养成计划 虽然热身赛表现不佳 但他很快找到节奏 在二军打了12场就被拉上一军 新人年以2x2的打击率打出11轰 第二年就进步到打击率2x9 全力打出20支 首次入选明星赛还斩获了日本冠军 1996年他获选羊脸MVP 差一点就拿下全力打王 结果最后一场比赛又被连续保送 以一轰之差败给对手 1997年巨人队签下清源合博 和松井组成555炮打极限 而松井也在持续的进步下 成为了日子超级中炮 1998年以38轰成为全力打王 2000年打出42轰 拿下全力打王还有赛季MVP 在日本大赛上打出3支全力打 带领巨人队拿下冠军 并被选为大赛MVP 实现了年度的大满贯 随着林文伊朗远赴美国 松井无一就是日本国内的第一人 在2002年开季前 他喊出了三冠王和日本第一的目标 最后单季50轰成为全力打王 打击率3成3次创下生涯新高 长打率更是可怕的6成9 他先是斩获生涯第三座MVP 在跟随巨人以4比0横扫西武师 成为日子的三冠王 完美地达成目标 为日子生涯画下句点 赛季结束后他离开日本 和阳机签下3年2100万美金的合约 正式踏上美国的土地 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 虽然在日本是强棒打者 不过那个年代 亚洲打者本来就不多 大联盟更是从未有过亚洲强打 而松井虽然首战就打出安打 还在阳机主场敲出满冠炮 生涯第一年就获选全明星 但拳雷打数却降到了16支 和日子时期相差不少 他跟随阳机进入世界大赛 并打出日本选手冠军战首轰 可惜最后无缘冠军 在新人王的评比上 也争议性的屈居第二 总的来说这一年是差强人意 不过松井为了增加拳雷打数 在休赛季加强锻炼上升肌肉 也终于在隔年打出大联盟生涯年 单季31支拳雷打 创下亚洲选手的大联盟纪录 一直到去年才被大鼓打破 但就像戈吉拉不能连续开大 松井发力后就进入休养期 这期间他打出了每日通算第2000安 成为大联盟首位日本白轰选手 还因为和王健民成为队友 在台湾变得更有知名度 不过却受到伤病影响 连几个赛季都打打停停 在接受了各种手术后 成顺的戈吉拉也终于蓄能完毕 准备再次发射热线 2009年松井祥氏归来 专任指定打击的位置 也解放了他的打击爆发力 赛季28轰是生涯第二高 也是杨基指定打击的历史记录 这一年杨基再度杀进总冠军赛 而对手是未冕冠军费成费成人 他们网楼了绳子右手Pedro Martinez 准备再次冲击冠军 后者在红袜时期败给杨基后 曾经说过一句 杨基就是我爸爸 所以每次来到杨基组场 球迷们都会用 Push Your Daddy来问候他 而来到这一轮系列赛 松井马上就用怪物般的实力 告诉Pedro 我就是你爹呀 当时的费城主场没有指定打击制 所以松井只有在杨基组场先发 他上场13个打数 集出8支安打 打击率高达6成15 先是在组场对Pedro集出杨春炮 帮助球队追平比分 到对方组场又是一记杨春炮 帮助杨基再下一层 到了关键的第6战 松井和Pedro缠斗7球 从2好球一直磨到3坏球 最后瞄准第8球 再来一记全雷打 成功取得2分打点 接下来两个打数 都集出带2分打点的安打 带领杨基以7比3赢下冠军 单场6分打点 追平大联盟冠军赛的历史记录 也让他毫无邪念地 被选为世界大赛MVP 是史上首位指定打击获奖 后来才到红瓦老爹Oltis 也是大联盟有史之今 唯一的一位亚洲冠军赛MVP 让松井在日子每次都夺冠 还都获选大赛MVP 如此夸张的成就 完全可谓是哥吉拉级别 松井强大的地方 除了打击爆发力 还有就是他的选球能力 生涯坏球追打率只有17.9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都能够沉着地去面对 据说在日子时期 他记得每一发全雷打的赛况 还有每一个投手的习惯 冷静地分析局势 让他可以连续开轰 就算遇到神之右手 也能够一再地打出好球 或许正是因为国中教练的一发掌 让松井学会控制情绪 坦然面对失败 并把这样的精神 写在著作《无动心》中 向球迷分享他的赛场理念 但要说到松井最为人知的司机 那当然就是AV收藏啦 根据坊间流传 松井收藏了55000多部AV 还曾经同时交往5个女朋友 他对AV总是侃侃而谈 喜欢的女优是浅昌武和有贺美穗 有一次记者会没有礼物了 他还表示会用A片来补偿 虽然巨人队多次提醒他要请言慎行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以至于他后来还被邀请 去当AV大赛的评审 不过这个月片无数的老司机 竟然是在2008年宣布散婚 还因此赢了汉吉特的打赌 让外界都大跌眼镜 在杨基的日子是松井最快乐的时光 不过商业联盟是冷血无形的 就算松井拿下世界赛MVP 但杨基还是没有汉娜续约 而松井也开始了让人之路 他辗转天使、运动家和光芒队 身手也因为年龄增长而下滑 最后在2012年宣布引退 这时候是杨基展现的人情味 用一天的短约把松井签下 在2013年的第55场主场赛事 为背号55的松井举败引退仪式 他穿上杨基球衣站上投手球 接受来自观众们的欢呼声 像光荣退役的一郎一样 体面而优雅的告别舞台 退役后的松井依然心细棒球 曾经短暂担任巨人队春训监督 还出任杨基的总经理特助 在2018年入选日本野球殿堂 还在东京奥运担任圣活手 虽然没有进入大联盟名人堂 不过他留下的记录也已经足够传奇 亚洲球员总拳雷打数第二 单季拳雷打数第二 单季打点数第一 而当大谷打破他的记录时 他也发自内心的赞叹 大谷才是真正的中炮 就像可怕的戈吉拉 其实也是个温柔的怪兽啊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中炮